各位观众朋友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几个重点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 今天是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但是明天东北风会稍微减弱 只是云量还是比较偏多一些 那么另外北东部还是比较偏凉 中南部的话呢 明天的天气会比今天稳定 所以要特别注意 GL温差会比较明显 下个礼拜要特别注意 是有雷一台风的这个残留水气影响 水气会比较多 礼拜一个礼拜二 全台湾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尤其是礼拜二雨是会比较明显 有规划一些行程的话 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 来看一下云图 今天我们台湾主要还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另外从云图上面也可以看到 在我们台湾北方海面上 这边有些云阶 代表说这个冷空气 其实在这个地方还是有一定的程度 只是说到我们台湾这附近来 相对来说就稍微比较弱一些了 但是温度跟过去几天比较起来 还是有明显的降幅 来看一下第22号台风 雷霓目前在南海 未来会逐渐的北上 但是也会慢慢的减弱 从未来几天的这个预测图 上面可以看到 大概在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呢 有一些这个 好像减弱之后的残留水气 就会逐渐往东北方 来到我们台湾这附近了 礼拜三之后 水气才会逐渐远离 所以其实在下个礼拜 礼拜一到礼拜三的这段期间 天气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不稳定 尤其礼拜二是水气最多的时候 来看一下在这个降雨的预测的话呢 在明天礼拜天的时候 最主要是我们的这个东北部 东部还是有些局部零星的短暂阵雨 接下来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在这个礼拜一开始 南方水气还有雷一台风的残留 云溪过来之后 可以看到全台湾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从礼拜一到礼拜三 尤其是礼拜二水气最多 各地的雨势呢 会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些 来看一下温度趋势的话 要特别注意这两天 还是比较偏凉偏冷 北部的话呢 地温大概是只有14 15度 中午高温也只有17到19度 礼拜一开始温度才会逐渐缓慢的回升上来 尤其到下个礼拜 但是因为雨量还是比较偏多 所以中午白天的高温 其实上升的幅度并不是很明显 只有21到22度 中部的话呢 还是要特别注意积夜温差 明天低温大概15度 中午高温23度 礼拜一开始 清晨低温回升来到18到19度 中午高温大概在22到24度 南部也是积夜温差比较明显一些 明天低温大概是18度 中午高温23度 礼拜一开始缓慢回升来到大概18到20度 中午高温可以来到24到26度 那么今天晚上呢 各地的天气 雨量还是比较偏多 东半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南部高雄屏东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达到橘色灯号 另外温度还是比较偏低 中北部只有14 15度 南部东南部大概是18到19度 那么在明天白天的话呢 还是跟今天有点类似 但是云量会比较少一些 尤其在西半部 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另外在我们南部高雄屏东 还是要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东半部云量还是稍微有点偏多 东北部有些局部零星的短暂阵雨 另外就是我们外岛 这个绿岛跟南雨 有些局部零星的短暂阵雨 所以明天算是外来几天来说 有这个相对来说 比较好一点的这个空档 礼拜一开始水气又变多了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明天的这个天气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天气 明天再见